安将军 安将军 快给我讲讲 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 当年你走后 我被周巧他们发现了行踪 我怕连累孩子 自己便开始动躲西藏 后来 城里面 怎么都找不到食物 我一连这好几天 没有吃过东西 再后来我知道 爱心们好像在食用一种 叫做永生之食的果子 这是什么呀 怪吓人呐 白夏姐姐 这件永生之食 小小的一颗吃下去 几天几夜都不会饿呢 是啊 白夏姐姐 我们这些年就快吃这个 才静静靠靠的活到现在 据说 那果子 是神域传来的 神域传来的东西 是的 永生之食 随处可见 我走投无路之际 实在是饿得野花细花 我就吃了一个 可是一入口 我就觉得不对 我确实在路上 看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树 上面长了很多诡异的果子 难道 那就是永生之食 这是给白夏姐姐的 白夏姐姐你吃啊 这可好吃了 是啊 白夏姐姐 可好吃了 那果子 万万吃不到 那个果子 看起来就非常诡异 你没有再吃了吧 我是不再吃了 但那东西 实在是诡异 我停止服用后没多久 就觉得回身难受 脑海中始终有一个声音 让我继续吃 等我意识到的时候 身上已经长满了 殿下 事与给的 绝不可能是好东西 有点多多 有点多多 我们下来 这个事件